又有個秘密 50歲我會換一台好一點的車 太好看了 跟跑一樣 主跟大家說真抱歉 然後我就是英國人的鞋童 小馬德 嗨 嗨 Defender OK啦 已經在體驗了 對啊 感受一下啦 它太大台 我就完全不用去考慮了 因為我的家在一樓 我有自己的車庫 像我之前也看一台兵力 太長了 我根本停不進去 G63太高了 對啊 你還有什麼清單 你接下來不是想要就是被錄影 50歲我會換一台好一點的車 Santhley的那個休旅車 因為那個實在是 太好看了 然後我就是英國人的鞋童 買給我太太那個Cabrio 但英國人有一個很優雅的東西 那是他的文化 一定有傳承下來 德國就很工業嘛 非常之硬 連講話都 而且Jaguar是英國女皇啦 或者他們的皇室 都是 WOW 坐駕都是Jaguar 從早期那個圓燈 然後扁扁的 然後這樣跑車形狀的 我覺得他保有 這麼黑耶 我已經夠黑了 你們這樣看得到我嗎 Jaguar他就是保有 他的一個優雅的一個線條 那我朋友也很多人開凱燕嘛 我有考慮過凱燕 因為我的 我有預算嘛 我預算大概在400萬左右的車子 後來我發覺就是 這麼熱銷的車子 在全台灣 這麼多的車友喜歡凱燕 那我又是 非常喜歡 特別的一個人 人家都記得以前 加館那支豹 對 沒有想過Logo已經換成這樣 他的Logo就是 也是一個豹頭啦 但是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新的Logo的樣子 我在車展看到他之後 我就說 噢不行 這個車子太厲害 我也覺得Lailover很貴族啦 都是我朋友圈當中 很多很有品味的人 他們要不然就G-Class 要不然就是Lailover 很有品味 然後我又覺得 我不想 你又不想要一樣 我又不想跟他們一樣 我覺得我要有個性 我要有自己的個性 所以我就選擇 然後我以前在非洲 跟豹頭同樣睡在一起 看過那些豹 跟跑的樣子 跟跑的樣子 怎麼樣 因為他新的Logo 可是他的就失去了 他之前原本 你說那個 跳躍的樣子 你會 不會啊 他還是有一種在 往前 還是一個 你看他前頭那個 像不像那個 碰爪 他還是有那個肌肉感 那個線條 這個車廂 它又大 我出去畫畫 或是我小孩子 他要騎一下雪布車 然後我可以倒下來 我可以放大的畫板 非常OK 想辦法 那今天今天不要乖 好像看到一個 就是你最近在忙的事情 最近我在忙 可不可以 沒有啦 不是這個啦 是那個那個啦 你念著那幾個 我喜歡畫畫啦 最近有在創作啦 這個療癒型的塗鴉 你看喔 仔細 你仔細看喔 其實我在畫什麼呢 有小鳥 錯 是海綿寶寶寶 這海綿寶寶 這海綿寶寶的嘴巴 他的舌頭 海綿寶寶的鼻子 然後他的笑容 你覺得看到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什麼啦 小精靈 錯 皮卡丘 皮卡丘 他在招手 看到那個圖之後 你要看了什麼半天 然後說 唯一跟你講 Oh yeah 天啊 你這個 這個有秘密 有秘密 有一個秘密 天啊 對 這就是我的畫作啦 他的空間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夠 對 你現在 要到兩百萬的畫作 攝影師我覺得 你待會戶頭給我 對對對 這台車是我結婚的時候 才買 所以我這台車也開了五年 那保持非常好耶 沒有啦 還是有刮到啊 刮到痕跡 不行 我會這樣 那個結果 他在抓嘴牛的時候受傷 對 你真的很 轉帳 這樣好笑 你看輪胖也是啊 可以到 有一點印汗的痕跡是OK的吧 這還真的 但小小哥 你剛說怎麼會想要選紅色 喔 我覺得紅色 怎麼繽紛的顏色 沒有 我跟你講 年紀越大 我沒有說 攝影師你不用 你很年輕 轉回去 轉回去 來來來 好 謝謝 就是我喜歡 因為這跟我的個性很像 我就很奔放的一個 楊錦華的先生是我好朋友 他說他看到這個車 他一眼就知道 就一眼就知道是我的車 因為他就一開始 想把車下來 就是你的車 就是人車 對 合一 誰敢說這個顏色不好的話 誰敢說這個顏色不好的話 我覺得OK 我可以接受你的說法 然後裡面你看嬰兒的座椅 真的耶 剛剛好 我右座只有我太太可以做的 喔 真的 那周恩怡姐怎麼辦啊 好令人擔心 周恩怡姐 OK啦 我 通融 通融 可以上節目例外這樣 我自己的車 憂慮 我憂慮是什麼你知道嗎 憂慮是什麼 罰單太多 為什麼 因為我會忍不住彩龍門 因為我會忍不住彩龍門 然後呢 我對大家說一聲抱歉 抱歉 我對所有全台灣開Jagra 開F-Case的車主 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讓你們的脖子扭傷了 因為常常看到人家揮手 回頭率太高 回頭率太高 扭到 小婉哥你剛剛講說你會 控制不住你的右腳 就不小心踩油門 壞那個腳 老婆大人是可以的嗎 她有辦法接受嗎 她啊 對啊 還是她也是 我女兒很接受 我女兒就爸爸 嗚 爸爸嗚 她起來就嗚 然後我就嗚 然後我老婆就只好接受 我們父女倆的樂趣 對啦 但往往罰單就在那一瞬間 抱歉 哎呀 一分 哪一本扣 從來 哪一本扣 玩具你靠前 可是小婉哥你不會 像譬如說最近大家都流行電動車 你不會 有啊有啊 iPad啊 可是啊我開過一台 我開過嘛 這好像是Model X吧 我覺得很棒啦 我覺得很棒 但是就是 我不太喜歡 很低的那個 哦 那iPad我最近新看到的 也是Jaguar 我就是終於Jaguar Jaguar代言人了 是不是 代言人 你看到沒有 但是你這樣就是標誌了 這樣才是Jaguar 要往前衝 iPad 然後我又住在宜蘭 有度假的時候會去那邊住 所以 我認為這樣來來回回的話 如果換乘 電動車的可能性 是未來一個很好的選項 因為真的省油錢嘛 有環保啊 然後英國的裡面的內裝的優雅 跟它所有的detail 相較於德國車也很棒 但德國車呢 就是這樣的工業的設計 到一個極致 那你會在看 那你會在看 我講到重點 人文 有一個人文在裡面 那個感覺就是 就是不是只是工廠 等等 好 今天 不得了 對啊 好了 好了 回家囉 每次我看到那些叔叔婆婆 阿姨他們選到Jaguar 都是我認為他們在生活當中的 品味有點特別 不錯 那賓士跟BMW 什麼BMW 就很很很 台灣人全世界都很接受的一個 豪華轎車的感覺 但因為你不想跟大家一樣 想選擇自己 這個車真的漂亮 也是一樣 好不好 偏不了人英國車 有沒有看到它的優雅 這優雅可能Money哥也可以 好好的說一下 所以這個是你的車 不不不 這不是我的說的 但我也很想買啦 那我就買太多台了 太多車了 太多車了 對對對 車王 不不不 太厲害了 我之前有看那個小馬畫畫那個很讚 天啊 對 我被誇獎了耶 對 賬號 賬號打錢給你 對啊 這台真的很漂亮 這很漂亮啦 這個車子 因為你會很有熟悉感 就是反正他們同個集團 是是 很多東西都很像 Tata嘛 現在是Tata 對 可是取向不同 是是是 當然 它還是比較overroad 它 我覺得它還是 它還是比較outdoor的東西 對 沒錯 可是它現在的outdoor其實做成你城市也可以用車 以前是完全不行 以前太本格派了 本格派 這個就是 鱼跑 對 它就是給你鱼跑 這個設計是什麼你知道嗎 欸 什麼設計 我跟你講你會覺得這個很像一個東西嗎 這個是英國原廠設計師就這樣拿 我覺得很像是什麼你知道嗎 日本刀 日本刀之外它有點像是我們以前當兵的時候 有人要倒大煤啦 千斤吐刺 刺刀 千斤吐刺 刺刀 有沒有 那個刺刀 而且據說2022年以後新的款的話 它這個刀就可以拿下來 真的切喔 你這個 真的假的 沒有 我亂講的 我被亂講 我們一般科班的 其實我們看的就是看它的比例 這個協調度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你在沒有壓力的底下 會把你內心的世界反映在這個上面 是 像這個 白色的呼應啊 它的比例其實差不多大概都331B左右 真的 好厲害喔 我完全不懂這個 你知道以前那個飯股 其實它也不是科班的 高地 它也不是科班的 它是家裡是炒股票的 你知道所有的藝術啊 其實它只有一個目的而已 你知道什麼目的 它就是給你一種感覺而已 嗯 感受 就這樣子 沒有了 而且給什麼感受呢 這裡的感受 真的 一切的事情由心而發